今天要來幫汽車電瓶充電 首先我們要準備一個行動電源或鋸電池 換下來鋸電池都可以 一個逆變器 電池充電器 我們先把 逆變器接上去 12伏轉 100億的電 乘機 負機 這樣就 逆變器就是 12伏轉 100億出來的電 旁邊 新的電源 電開起來 充門電源 接下來 電池充電器 左翼的電 接上去 把一點點接上去 然後開啟電源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 汽車 汽車的電瓶 充電器的 狀況 那我這一顆電池是 零算力的電池 就選擇 LIF 這個選擇 然後選擇卡車 那選擇好之後呢 就把這個 加特價的電池上 然後先夾 這是正極 加正極 然後這邊夾 三極 再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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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開始在移一下 丟一下 這顆電池 汽車電池 汽車電池 送給電池 648 這樣要穿 就繼續讓它穿 大概 一個小時快可以穿完 一個小時後 真的來拍就好 大概 三十分鐘左右 所以我 想來看就充飽 那看一下 這個充電器 大概顯示 四十分鐘 電池就充飽了 百分之百 然後現在就把這些 移除掉 充電就完成了 那這四十分鐘是因為 嗯 這個租的停車位 沒有一百一的供電 所以只能 用這種 行動電池的東西 充飽車的電瓶 那就是要把車子 都 充装 今天有非常多值 謝謝 謝謝